你好,我叫何音,来自大洋州澳大利亚的悉尼区 我来自日本,在悉尼长大 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 能流利地说中文,对我的将来有用 而且我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 特别是中国的音乐和书法 我现在要用钢琴演奏一首乐曲,叫《梁柱》 当我在网上看到乌尼利老先生的演奏后 就被这首乐曲深深吸引了 所以学习了这首乐曲 现在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书法练习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在一个中文学习视频中 一了解其中的含义就喜欢上了 因为我感觉很适用于我的中文学习过程 学中文的这几年 我遇到过许多多的困难 就拿发音来说 刚开始我不敢用中文交流 因为怕别人听不懂 但是后来我发现要想学好中文发音 必须多说多听 克服恐惧 平时自己学习累的时候 就会用画画的方式放松自己 我的vlog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能喜欢 最后我想再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因为梦想所以参与 因为有梦所以追梦 谢谢 谢谢